好 谢谢陈老师 各位专家学者 我就按照陈老师教给我的任务 在这里向大家汇报一下我的翻译体会 我虽然时间短 我还是分了四个题目 第一个就是知识对于翻译的重要性 比如说这个知识存在各个方面 我们首先想到的语言知识 但是做翻译知识面越宽阔 做的容易成果就更好 效果更好一些 比如说我们知道尊敬 我们刚才讲话一开始 尊敬的张三尊敬的李四 到底应该怎么翻译呢 过去我们习惯于翻译成respected 是不是就这一个字呢 你比如说习主席在参加 几个国际组织的会议的时候 马上又要参加G20的会议 APAC的会议 金转五国的会议等等 他每次发言经常开头第一句话 就是尊敬的各位同事 中文尊敬的这个词呢 我们用的非常频率非常高 但是英文大部分情况下 是用的dear colleagues 为什么不用respected呢 那这个就实际就是一个知识的问题 就是当大家同属于一个组织的时候 西方人英美人英文嘛 英美人习惯于用dear这个字 而不是用respected 当然我们也可以反思一下 把dear这个字的英文翻成中文的时候 如果两个国家的这个重量领导人在一块互相讲话 说dear Mr. President 我们是否应该翻成 从英文翻成中文翻成什么呢 两个老头子总不能翻成亲爱的 那会儿还是要翻成尊敬的 这种小知识呢 在翻译当中 尤其对外翻译当中 是非常受用的 有一年我们国家到德国 举办一个政治性很强的活动 请来了德国的前总理 他在这个会上呢 还要发言 那在政治上 他要和我们保持相当的一致 对一个德国的政治家来说 难度非常大 但是按照我们的习惯呢 我们中方发言人 讲话稿呢 就是尊敬的施罗德先生 最早翻成英文也是这样 我修改的时候呢 我给他做了一些加工 改成Your Excellency Gerhard Schroeder Formal Chancellor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为什么要把 首先要把他的名字讲全 然后呢 不能光用一个Mr.尊重程度 稍微欠了一点火候 另外呢 不厌其烦呢 要把他原来的职务 包括德国不光说Germany 还得说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为什么不厌其烦的这样做呢 就是增加几个字 不光是升级 对他的尊重的级别 这种情况下 都有电视或者摄影记者 媒体在现场上拍摄 你讲话人 在他的身上多花零点几秒钟 就比一般情况下多出了几分的尊重 你看呢 你可以想象摄影镜头对着他的时候 那时间就长 表示了对他的尊重 当然他一定是值得尊重的人才能这样 否则的话你可以这样很简单 另外呢 还有就是英文的基本知识啊 我最近看到了一些主要是来自高校的英文 写的非常地道 但是呢 偶尔会出现一些小的知识性的欠缺 比如说英文句子里已经说such as 有这个有那个 最后还加上一个so on 或者还加上一个etcetera 同样情况下 including后面还加so on including已经是诸如什么什么 这个呢中文等等 中文这个等等两个字用的很多 so on etc等等 但是英文 such as后面就用不着这个 including后面也用不着 整个文章非常好 结果就这一句话 这个让了文章呢 降低了这个档次 还有呢就是 月份 看起来是很简单的 但是呢这个不是所有人都掌握这个基本技巧 如果只是月份没有具体日期的情况下 你这里不能用逗号 如果说10月20号这会儿才能用逗号 我为什么把这个问题跟大家在这里谈呢 本来这么细小的应该不是问题 但是我看到了不仅一些写的文章是里边是出现这种情况 包括 非常著名的大学的博士论文那个表格 居然是这样的 那这个呢看来还是有必要在语言知识和新闻表述知识方面呢 这个这个要要更加紧 谨慎一些 某个大学 当然这个呢并没有影响我们给这位老师呢 评支撑 因为他的确是这个大学的英文最好的 他们的网站都他负责的 如果我们不给他评呢 不是否定了一个老师 而是等于否定了整个这所高校的英文 但的确他这里用错了字 19大文件里面明确规定了这个思想用的是thought 这两个字之分这是非常有讲究的 那在我们高校的网站上 英文水平最高的人用了这个字 当然也不排除不是教授自己翻译的 不是自己定稿的 而是他的学生可能还年轻一点经验少一些 但是在大学的老师提供的素材 在大学网站上出现这样的情况 还是一种很大的遗憾 同样一带一路 当然我这里简化了 一带一路我们中文的时候往往是加引号的 英文是不需要加引号的 最早的确是这样翻的 因为那会儿大家也不知道 一带搞不清楚呢 一带指的是哪一带 一路指的哪一个路 后来发现丝绸之路 本身就有两条北线南线 就觉得这种one belt one road 这个表达方法呢不清楚 当然中间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建议 最后呢由中宣部请了几个部委 包括中国翻译协会在一块 一块磋商 最后确定的是这样的一种 译法 那按道理 这从14年 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 从14年就统一成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 那在我们高校的网站上不应该再出现这种 在老师写的文章里也不应该再用这种 沿用这种已经被否定的翻译方法 那第二个呢 我觉得翻译其实就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你比如说这个对专业翻译教育最重要的一个过去13年来 13年来14年来最重要的文件就是这个方案 那这里边呢对翻译的要求呢有这样两句话 一个是提升专硕质量 因为专硕规模已经相当大了 另外一个加强专博教育 那这里边呢就涉及到怎么办好硕士专硕 不是要提高它的质量吗 你比如说在论文方面这些年困惑大家的就是大家学的是翻译做的是翻译 但是写论文的时候呢要写理论 可是刚才2020年发的那个五年规划里边已经非常清楚的说了 专业硕士的学位论文是要以调研报告规划设计产品开发 案例分析项目管理艺术作品 可以是这些东西 只不过是以论文的形式呈现 这里没有说写什么理论 在理论上有什么建树 所以从国家这个顶层设计方面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但是呢落实下来当然还有一个段时间还有一定难度 关于博士专业论文到目前为止 只有这样一句指导性的话 那将来真正办翻译专博的时候 怎么写翻译论文 翻译这个博士专业的这个学位论文 那还有在研究有在细化吧 但是不管怎么说 他说的是表明研究生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 并在专门技术上 至少是翻译技术上吧 做出创造性的成果 当然这个技术不是指在落实到我们翻译 不是指那个不一定不全都是指这个集体翻译了 就是在翻译领域里头 专门的这个领域里的要做出独创性的成果 实际上瞧掉的还是实践 那对于学位这个专业学位评价体系呢 这个也有很多具体的 你看有专门关键的几句话啊 看是否适应专业岗外要求和能力 把专业实践产品研发创意创作职业资格作为核心的评价内容 这些呢都表示了一种变化 但是你一接触实践的时候呢 还是要做大量的这个笔头啊口头的训练 你比如说啊 JN这个字 我经常看到一些翻译 见到他的名字就翻成简 问题是 比如说有一位国际问题研究专家 他也是这名字也是这样 但他是荷兰人 荷兰的一个重要外交家 那是荷兰人就要翻成羊 如果是法国人就要翻成让 如果印度人翻成贾恩 那这个东西来自哪呢 就来自世界翻译人民大字典 那翻译译者是否每次都去认真查 是否知道去查哪本字典 有一次我买的一本书 看到这里边一个重要人物 讲美国硅谷的一个大公司的老板 讲到这个人呢叫查德里 姓查德里 我就觉得不对 因为凭我的这个这些了解吧 浅薄的对英美人的名字了解 我知道查德里可以是他的名字 但不可能是他的姓 我对这个译者呢就产生了一定的怀疑 然后我就上网去查 结果这家后真正的名字叫 那就知道了 这个我们翻成乔杜里 而不是查德里 他是印巴孟加拉马尔代夫的人 虽然最后的结尾拼法不一样 发音是一样 这个乔杜里在这些国家的 这个是个大姓 大的种姓 相当于我们姓张姓王姓流姓李这样的大姓 那这个译者翻成这样一本重要书 遇到这样一个重要人物 自己看着这个音自己随便造出来三个字 没想到如果从翻译角度去看 那他的这个翻译就不认真了 看到这里跟大家说实话 这本书我没有再看下去 看了三分之一我不看了 因为这么重要的一个人物的名字 你都不去认真查 里面涉及到其他的事件人物机构 你会查吗 当然说到名字呢 又有一种新的情况 就是这个总有例外 这个家伙 52年53年联合国军司令美国人 Ridgeway 美国人给他翻称李其伟 他主持了 你看他这53年 当时52年就开始谈判 他主持了相当一段时间的双方的谈判 那会儿每天交换的文件 在联合国在板门店的时候 美国人给他的名字就翻称伟大的V 我们就给他翻称微小的V 那这种情况就不是按照字典走了 不按照字典走的情况还有 02年到13年担任肯尼亚总统的 Muai Kibaki 按照字典应该翻成呢 翻成这个字 当天他当选以后 我们的新闻的确也用了这个字 但是呢 住那里的住肯尼亚的大使 就觉得我们今后四年 实际上说了叫了他名字叫了12年 每天叫他这个名字 在中文里头总是不是那么雅 然后就由大使召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 驻肯尼亚的首席记者 大家在一块磋商 这一次决定不按字典翻译 给他翻成齐备集 这两个呢是种例外 其他情况下 绝大多数情况下还要按照字典走 另外一个呢翻译呢 就是要把工作做戏 比如说我前一段时间让我合稿 碰到这样一句话 说习主席乘车沿着 波及勾身的盘山公路 跑了四个小时 到这个大梁山去看望贫困的群众 英文这样翻的 英文翻的非常顺 而且也经过外国人修改 四个小时 哪天交代非常好 英文上一点问题没有 但是看到这里呢 这就是我们这次月秀成立的是传播 多一种翻译和国际传播学院 你站在国际传播角度下 你就得一想 去这么贫穷的地方 习主席坐着一个小轿车去的 但是我们平时看到国家领导人 深入基层都是坐的minibus 对吧 那到底那天他坐的是小轿车 还是坐的minibus呢 从英文 从这句中文给你的信息是不够的 我就去查看图 那里边拍了一张图 是习主席已经到了贫困家 这个群众家里边 就是大梁山的遗族人 是吧 你也看不出来他到底坐的是 小卧车还是minibus 这种没办法就去查资料 通过编辑 再没有办法通过中办 去找当时的照片 那最后就找到了这张照片 照片一看呢 既不是小卧车 因为那蹒跚路 minibus也不好走 最后就是一个一部越野车 当然越野车有两种 一种是cross country vehicle 那个更大 车更大 这个越野性能更高 但是看了这个车以后呢 在网上再对比 到底是cross country car呢 还是SUV 这种一般习惯人 称作SUV 那最后我们的英文定的 就是这样的 但是为了这个一个字呢 费了很大的功夫 有些简单的东西 其实稍微动脑筋 你就知道了 中文里头总说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这个伟大 中文里面说的非常顺嘴 但是英文是不是每次都要翻成great呢 你看绝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是不翻的 因为rejuvenate这个字足够伟大 它的伟大程度 已经在这个字里包括了 如果你再翻成great 那听起来就有点像伟大的 伟大的这个复兴了 这个两种语言的差别呢 一定要考虑到 他不能字对字的去翻译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把英文翻成中文 有同样的道理 2004年新奥尔良发生了飓风 当时美国提了一句口号 叫build back better 灾后重建 这翻的从英文翻成中文翻的很好 后来拜登竞选 两年前拜登竞选的时候 也用了这个字 结果我们的翻译呢 中文给他翻成 重建更好未来 我觉得这句话逻辑有问题 未来还没有呢 你怎么重建呢 这和灾后重建 是因为发生了灾难了 你重建 未来还没有出现 重建什么呢 未来是不是重建的 拜登用在他的这个宣言里边 他认为特朗普四年搞砸了 他要重振美国 比重建更好未来 我觉得更符合逻辑 当然后来呢 美国把这句话延伸到世界 他认为世界上 也要按照美国的思路 去build back better world 这个呢 中文翻成重建更好世界 我认为在这儿 又可以用重建这个字了 因为世界好 过去好过 现在让特朗普搞糟了 所以要重建 但是如果用重振世界 也是可以的 你看同样一句话 用在不同场景 中文要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这样才能准确 能够传达意思 我平时呢 看的时候也注意一些 这个我搞不清楚 是人力翻的 还是积极翻译的 去年美国一个记者 写了一本书 专门介绍 美国退休总统的生活 然后有一地方 他提到前总统可以拒绝他的终身安全细节 我认为如果你要不是了解美国的人 或者是完全不懂英文的人 一般的中国人看了这句话一定会有疑问 他拒绝终身安全细节 他是不是自己身上有些习惯 他不愿让人知道呢 实际上他拒绝的不是这些 英文就是security detail security detail是什么意思呢 港台一般给翻成警戒小组 贴身警卫保安 我们给他翻成特工人员 如果议者见到这个字 去查了字典 就知道他是特工人员的意思 而不是终身安全细节的意思 同一本书里边 随便你一看就会发现有很多这样的问题 他说总统呢 卸任以后离开白宫 他的特权就结束了 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再次习惯坐在交通中 这句话肯定是从英文直接翻 符合英文的字的order 但是在中文里头是不伦不类 什么叫坐在交通中呢 中文是普通的 英文是sit in the traffic 那你再去查 我后来查了谷歌的翻译 谷歌的翻译呢 从英文翻中文是比较好的 但是这一次他翻译质量也不灵 坐在车流中和坐在交通中意思差不多 都没有说清楚 实际上就是没有人给你这个警车开到了 那总统跟大家一样 遇到交通堵塞是常有的事情 如果这些实践多了 我觉得就知道怎么克服这些问题 另外一个呢 翻译是不是为了就翻译而翻译 而是为了传播 就必须考虑到这些效果 那最简单的最经典的就是50年大庆 江泽民总书记简约部队的时候 是50年这个天安门广场阅兵 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就这样翻译的 然后呢士兵说首长好就翻成hello leader 第二天我就碰到一个英国汉学家 他跟我说黄先生你们把这么严肃的事情 怎么翻成了像土匪喊话一样 我们都知道这样翻不合适 但是在英国人感觉就更强烈 他认为是土匪喊话 那一下我想起来了 我们有时候看电视剧里边 那个土匪头子说伙计们干得不错 那伙计们就会说 头儿您辛苦了 在英国人听起来 我们翻成这样 就是那种感觉 因为没有完全对应的 这种情况下 只能用间接英语解释 那就问题就克服了 而不能直翻 没有的 两种文化里没有完全对应的时候 不要字对字的翻译 那最近呢刚过了中秋节 这是许元崇老师翻的 后来呢一位外国人 根据上面这意思 也就是今年人家说这句话 你能不能修改一下让他读起的更符合你们英美的习惯 他一改呢改的就复杂了 这里边没有月亮的问题 没有太阳的问题 只说了月亮 另外一个呢 他见到许元崇 他是不懂中文的这个人 他现在有一个she 他就想到了he 所以他就把太阳也搬出来 the sun to warm and the movement to light our heart sharing joy however far apart 他呢这句前面这句话就有问题了 但愿人长久呢千里共产娟 这个是作者写给他弟弟的 但是我们用在不同的场景 一定要有不同的译法 这次为什么要翻译这句话呢 就是因为中宣部要做一个短视频英文的 不是在国内发是到国外发 那跟国外人又扯月亮又扯太阳 然后还是到底是这个是指月亮呢 还是指男人女人呢 你看外国人已经给理解成男人女人的那个角度去了 后来我们提供的译文是这样的 Keeping each other in our heart sharing joy though far apart 那这个底下最后的半句呢 千里共产娟呢某种程度上 是吸收了这个外国人的表达方式 但是前面这句话 是今天中宣部对外发布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产娟的意思 那中文呢英文呢一定要按照场景 所以经常有人提说 你能不能提供一个英文译文 我们就觉得很难 你必须告诉我你用到什么场合 当然我们离不开 外国人的协助做翻译 最 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做翻译 记得最清楚的一个例子 就是戴乃迭 他翻译阿什玛的时候 他说这样翻呀 外国人发不了音阿什玛 人家没有这个名字 人家民间故事呢 你要让人家口口相传 所以他也改成 他说我就去掉一个字母 变成了阿什玛 他说英国人就好发音了 当然这种情况下呢 外国人比我们更知道怎么做 还有呢 外国人能帮助我们解决其他一些问题 从传播角度 原来有本小说里面提到了 中国出现了一股爱国主义热潮 译文就是这样翻的 其实没有错 但是外国人改成 Love of the country 我就跟外国人探讨 为什么这个字没有错 你给他改掉呢 非要换成这样的说法呢 他说道理很简单 因为你们生活在中国 我们生活在西方 你要看西方的媒体 在西方的话语体系里面 中国不能有patriotism 一有 他说我们就理解为你是 extreme nationalism 极端的民族主义 他说我们说我们美国人 英国人 加拿大人 我们是patriotic 没有错 我们就是爱国 而你们中国一爱国 在我们的媒体的话语体系里面 你们就是极端的民族主义 他说为此 我就给你换一种表达方式 这也是爱国主义啊 而避免了人家误解 中国又出现了极端的民族主义热潮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这个议者啊 敬业的问题 当然刚才咱们谈到了 这个双语基础 更重要的是良好作风 不断实践能力 还有团队合作 这些都属于我觉得呢 是一种职业道德吧 职业道德呢 要讲的话其实很多 我就在这里呢 讲两个实习生的例子 我们国家把一些 这种这种 援助对援助经费呢 用来用的很好 就是实际跟西方学的 就是把这经费 不要都交给外国政府 要用好用巧 其中一个办法 就是把外国人 请到中国来对他进行培训 这种培训班用的都是原外经费 而且培训跨度很高 其中有一次是互联网发展中国家 互联网官员的培训 我去这个班呢 去给他们讲课 这个班在北京培训两个礼拜 第三个礼拜呢 到外地参观 我去的就是这两周的最后一个下午 这培训中心的主任跟我说 这两个英文大学生 都是我们的那种那种那种研究生啊 英文的 说在我们这儿干了两个礼拜 今天晚上结束以后 我把他们俩解聘 我一听呢 就很为这两位学生打抱不平 人家辛辛苦苦给你 没白日没黑夜的给你干了 两个礼拜 你们到外地去参观游览 轻松的时候 你把人开掉 我说你为什么要开掉 你跟我说说理由 他说第一个人 昨天晚上我要找白俄罗斯的一个局长谈话 得需要他翻译啊 结果一找他 他自己私自跟外国人出去逛大街买东西去了 我要用他的时候 他不在 他出去也不跟我打招呼 我说你说他出去不跟你打招呼 你用他说他不在 你可以生气 但是你不要忘记 他来参加工作 这两个礼拜以前 你跟他强调了这一点吗 你怎么知道 他就懂 他要离开宾馆 一定要跟你打招呼呢 外国人请他买东西 因为明天就离开北京了吗 在北京要买东西 这是很自然的习惯 请他去帮忙 他能不去吗 他错就错在 不知道 离开宾馆 跟外国人出去帮外国人的忙 一定要向你请假 向你报告 因为你是他的雇主 我说你就原谅他吧 他以后就不会出现这种错误 第二个学生怎么回事呢 他说他没有国家立场 见了外国人顺着外国人的口气 胡说八道 我一了解就是外国人来了以后一定发现 推特不方便 Facebook不方便 我也遇到很多外国人来了以后就抱怨这件事情 那这种情况下呢 外国人一说你们国家 很多发展中国家思维是西方的思维了 就说你们国家怎么这么管理互联网 还让我们来培训 这一点自由没有啊 那学生就跟他说 是啊我们没有自由 我们国家就是这种管理方法 没有你这个这个随便发东西的跟外国联系的自由 你看这丧失了中国的立场 这个学生我就很难帮忙 但是我觉得呢他并不是一个政治上败坏的学生 只不过他不知道跟外国人怎么打交道 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说 我说其实很简单 我的办法就是没关系你别着急 我教你使用微信 你还发展了一个微信用户 这不挺好吗 我觉得这两个学生出去实习都有一个问题 可能没跟他们老师呢 或者跟实习过的其他的师姐 这个师哥呀请教一下 到这种工作岗位 遇到这种问题怎么处理 所以这个岗位上呢 你会在这个一个实习的 这个现实的物这个实物 我们本来叫实物的这个岗位上 你会遇到很多这种具体的问题 这个呢是一个职业经验和职业道德的问题 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就在这里汇报到这里 谢谢